针对中国宣布化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包含钓鱼岛上空仪式 日本外五省的亚洲大洋州局局长一元纯一 今天致电中国驻日公使韩志强提出了严正抗议 日本传媒就认为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范围涵盖钓鱼岛 这必将会导致钓鱼岛上空的紧张局势加剧 日本时事社说 中国设立的识别区范围有一部分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 必将会导致两国在重叠空域的对峙加剧 共同社认为日中两国的紧张局势也将会进一步加剧 日本新闻网认为今后一旦日本战机和侦察机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中国战机并将会起飞拦截